我们来学习在Stra2里面如何自定义验证器 Stra2提供了比较多的内置的验证器 但是根据项目这个业务需要 我们很多时候呢还需要来定义自己的验证器 我们后边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要求 比方说我们来定义一个验证18位身份证号码的验证器 像这样的验证器它就没有内置 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定义一个 我们现在的话就来看一下 如何定义一个验证器并且给它使用起来 就自定义验证器 好了我们想一下 我们想开发一个自定义验证器的话 大家考虑一下我们前边我们讲过一个自定义类型转换器 那个步骤在这块的话呢是可以借鉴的 第一步 定义一个 验证验证器的类型转换器 第二步在配置文件中 配置验证器 第三步 使用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三个步骤 你说的话实际上就基本上两个步骤 OK 自定义验证器的类 这里边我们需要看一下 如何来定义这个验证器的类呢 我们说 自定义 验证器 都需要实现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 validator 那看一下这个接口吧 C contractable T V 打开 大家看一下 这个接口里边是不是有好多方法啊 一个一个实现的话 很麻烦 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想 我们应该想 这个接口是不是会有一些实现类呢 如果要是有实现类的话 我们去继承那个实现类是不是就可以了 Ctrl T 按一下 挺多的哈 看 实际上呢 这个validator 有一个实现类 不过这个实现类是一个抽象类 带一个A表记嘛 叫validator support 这个validator接口还有一个子接口 叫field validator 再打开 再关一下 这个field validator呢 有两个实现类 有一个是抽象的实现类 叫field validator support 还有一个是 静态的一个内部类 在这个S的 所以说 这个核心的API 实际上只有四个 validator接口 field validator子接口 validator support 实现类 跟field validator support 实现类 那么 我们在具体开发的时候 应该这样 说可以 选择 选择 实现 validator the port 就实现 就继承 是吧 validator 还有一个叫 field validator support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的实现这个和这个就可以了 cntl c cntl shift t 没问题 cntl c cntl shift t field validator support 但是写错了 是吧 validator 我刚才这样的话 就想看 是不是写错了 ok 好吧 那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 我们说 如果要实现一个一般验证的话 继承它 如果想实现一个字段验证的话 继承它 如果 希望实现一个 一般的验证器 则可以继承这个 validator support 里边提供了大部分方法的实现 我们只去实现一些核心的方法就可以了 若希望实现一个字段验证器 则可以继承 field validator support 好了 后边的话呢 还有 那具体应该如何实现呢 具体实现 可以参考 目前已经有的验证器 好 这就是如何来定义一个验证器 这边我们看 如何来配置这个验证器 那 模仿情况下 抓2会在 类路径的公路下 下载一个叫 validator xml文件 在这个里面 来找有哪些验证器 在该文件中 加载验证器 那么这个文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呃 就是文档的方式 跟我们 default xml是一样的 那个default是哪的呀 就是默认验证器的那个 配置文件 开文件 的定义方式 从 默认的验证器的那个 配置 文件 哪个呀 我们前边的话呢 写过 看一下 默认的那个 在 在这 那如果我要是 类路径下 要没有的话 在这呀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下边要是没有的话 和 说 类路径下 没有 指定的验证器 和 从 这个中 加载 中的 验证器 加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使用了一个验证器 它会优先的在 根部中下 来找 这个文件 看这边有没有 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呢 它就会上这里边来找 懂了吧 使用 和 目前的 验证器 就是该怎么用 就怎么用 好了 我们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 实例代码 实例 代码 我们需要 这样的一件事 要 定义一个18位身份证的验证器 好了 这里边设计到 如何去进行身份证的验证 这个类呢 我已经写好了 我们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类型复制过来 我再翻 我也写好了一个测试方法 其中 第一个呢 确实是一个身份证 应该是什么呀 7月14号 而第二个的话呢 7月44号 我们知道 没有这个44号 第一个返回处 第二个返回false 找一下 确跟false 我们 进行这个身份验证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使用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我创建这样的一个类 用这个方法就OK 下面看我们的笔记 我们首先来定义 这样的一个验证器的一个类 叫ID card validator ID card validator 那我是一个资料验证器 所以说我需要继承 Field validator support OK 这边有一个vidator的方法 好了 这里边我们看 我们需要分为哪几个步骤 第一步 需要获取 自带的名字和值 第二步 验证 第三步 说 验证失败 则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 干点什么 这个具体实现 就参考已有的验证器吧 我们找一下这个default 还在不在 不在了 我重新打开 找到 xwork call 最后一个包 default 我们找一个已经有的验证器 比方说 这个required ctr c ctr c 这应该是什么呀 是直线类是吧 看 怎么验证的 怎么验证的呀 这是获取这个字段名 获取字段值 然后呢 直接验证就可以了 过来吧 ctr c id card validator 签证 签证的话呢 我们需要 放进这个id card 等new id card 签证一下 id card.forify 我们要写这个value 这是一个perge 值 这个值应该是一个词阵形 是吧 好了 如果这个值是false的话 false的话 怎么样 我应该添加错误消息 怎么添加的哈 直接 add field error 就可以了 c 拿过来 那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就起来了 一步 第二步 需要在根部录下定义一个validators s.sr文件 根部录下定义一个 quily dators.sr文件 好了 这个格式呢 跟这个default一模一样 我复制一份 我们把这个改成叫id card 这个权类名呢 这个权类名呢 是我们定义的这个 c 保存 行了 最后一步使用 我需要在我的这个validation.gsp里边写上这样的一个 store id card s.textfield name id card s.field error field name id card 同样 我这action里边也需要定义这样的一个属性 action 这个吧 private student id card 另一个assize的方法 ok 然后呢 我需要在这个配置文件里边 声明使用这个验证器 使用的方式 跟这个是一样的 下来 叫id card 我使用这个验证器的名字呢 叫id card 按一按 就是小写的吧 打开 对 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属性值 问题的话 这个message 我直接写上了 it is note 和id ok 跑一下 来 来 我们来看 这会儿这个id card 我实际上的话呢 我在这个车室里边 我有一个合法的 上面这个是合法的 拿过来 好提交 我们看到 成功了 是吧 成功了 因为其他几个 我根本就没添 是吧 ok 我现在我改一下 改成44 其他几个我没添 所以说 其他几个的话呢 一个验证就过了 是吧 改成44 找一个 大家看 是不是不是一个合法的id啊 这样的话呢 自定义 验证器 就写完了 那完全是按照我们 笔记上的这些步骤来写的 ok 再看一下PPT 自定义验证器 必须实现这个validator接口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validator support 跟fieldvalidator support 这两个的话呢 都实现了这个接口 这个需要说一下 是吧 若验证程序需要接受一个输入参数的话 我们需要提供一个对应的属性 而且需要提供对应的set方法 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C 拿过来 像我们那个int的验证器一样 我需要传入一个min和max ok 我定义那个属性 提供对应的set方法就可以了 那后边的话呢 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再看一个问题 叫编程式验证 Stra2实际上提供了两种验证方式 一种方式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 声明式验证 就是通过配置文件的方式进行配置 我对哪个次段使用什么验证规则 那Stra2自身提供了一些验证器 如果这些验证器要是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添上我们自己定义的验证器 所以说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声明式验证 但Stra2也提供了编程式验证 什么叫编程式验证呢 说白了就是写代码 那只要一个action类实现了validatable接口的话 它就可以进行编程式验证了 那实际上这个action support 已经实现了这个validatable接口 我们的action只要继承这个action support 它就可以来进行编程式验证 这个呢就是编程式验证的一段代码 validate里边对字段进行验证 如果验证要是出错的话 你可以add field error 前边呢是字段名 后边是出错的消息 看到了吧 做一个了解就可以 我们不再去理此了